今次介紹我們最新的唇膏系列 今次會示範一個Dolly Look Dolly Look讓人感覺比較可愛 所以顏色方面我會用紫色 比較浪漫的感覺 讓人覺得很像娃娃臉 現在示範先 首先把淺粉紅色打在眼睛 雙下皮的位置可以再高一點 然後我們會把深色的深紫色 放在雙眼皮革位置 我們可以加上層次 這樣會出一點 最後眉骨位做一點粉紅色 但是偏白色的粉紅色 整個出來都會比較可愛的感覺 眼線方面 因為這個Look是Dolly Look 所以眼線方面都會比較誇張 粗一點 我們會畫眼線方面 就可以加強一點 畫粗一點 還有眉尾可以向高 近眉毛的根部 慢慢剔上去 但是不需要剔太多 然後睫毛方面 會比較濃一點 卷曲一點 所以有時候我們 如果睫毛不夠長的話 可以塗上兩個睫毛膏的效果出來 讓眼睛更加圓一點 大隻一點 好了 胭脂方面的話 我們會用粉色一點 好一點 那咪絲的畫法是怎樣畫好一點呢 可以把兩個顏色混合在一起 讓它更加粉紅一點 然後把在蘋果的位置 這個位置 打回一個圈 最重要是唇膏方面 因為整個嘴巴突出輪廓 我們很遠都會看到嘴巴是最突出的 所以嘴巴不可以缺少 我們現在會做到嘴巴方面 其實嘴巴好像很簡單 但如果想突出唇形的話 最好用的是唇線筆 先打底線 然後我們這次會示範一個很自然的唇膏 很多時塗上唇膏 都會看到一些紋 或是不上色的狀況出現 但我們這個Dior Edit Lipstick最新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Mirror Jelly 令到它比較閃一點 還有滋潤的可可花油 你塗上去一塗上去 都不會覺得很乾和不上色 它就非常容易上色 而且可以撫平一些麥 而且不需要塗上Lip Gauze 都會有閃亮的效果 可以在中間塗多一點 令到它的效果更加突出 因為這個裏面的Mirror Jelly 令到反光粒子更加突出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嘴會很乾淨很亮 就算你不塗上塗也OK的